! 這邊要來示範 反骨 反骨邊 先取一個髮片 輸順之後 分三等份 一般的正骨三骨邊 我們是左邊疊 中間右 左右 這樣子往中間疊 那反骨邊呢 其實就是反過來 由中間的這一條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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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變成這個在中間的之後 再由中間的這一條 翻 這個是反骨邊 跟正骨邊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的手勢呢 這三根手指頭 你可以抓兩邊的頭髮 然後用 食指跟拇指去抓中間的頭髮 抓著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加邊 加酸邊 我們 我們要把 要加邊 加到中間 那這個呢 就會等到 我們要加的 我們可以先 我們可以先把 這邊的頭髮 先撥到旁邊去 加邊 加到中間來 用食指拇指來抓住 抓好之後呢 這邊 剛才放到旁邊的頭髮 它原本就是在這邊的 要讓它回來 回來之後呢 這邊是剛才有加過 現在我要把這個中間的 翻到這邊來 翻 好 翻完之後呢 這個細的這個 就會發現 你會發現它已經變成在中間了 再由這邊的頭髮 這三根手指頭 抓著 然後食指拇指 來抓這裡的髮術 抓著 好 那我們要從這邊 再加邊過來 這個 會擋到 先把它放在旁邊 加邊 食指拇指 抓著 捏 加過來的邊 然後這個 再回到原本的位置 回來之後呢 這個 在中間的地方 我們就要 翻 翻 好 就是這樣子 以此類推 我們要換這邊了 像剛才的手勢一樣 目前這樣子 好 這邊 我們現在加這邊 所以這個又擋到了 先把它放到旁邊 抓 再讓這裡的頭髮 回來 這個現在在中間的這個 就要翻 再用這邊抓 換手 一樣 一樣 擋到了 對不對 放到旁邊 加邊 持指拇指抓 分 以此類推喔 擋到了 放到旁邊 抓 抓 回來 翻 翻 抓 回來 翻 擋到了 然後 到旁邊 抓髮片 抓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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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加編的部分 已經加完了 那後面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一直在 把辮子編完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是 因為一開始就是反骨 所以你看我中間的反骨 都是翻到 然後翻 就是翻下來 然後翻下來 跟正骨三骨邊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喔 好 這樣子把它編完 就完成了 這個呢就是 反骨 三骨邊的編法 反骨三骨邊呢 編出來的感覺就是 辮子的地方會有點浮上來 那這也是所謂的 呃 拳擊墊 別人說的拳擊墊 其實這非常適合在夏天的時候 綁 因為這樣子綁完之後啊 小孩子幾乎 不會亂掉 然後又會跟一般的三骨邊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這就是拳擊墊 那我現在要來示範這一邊 另外一邊我要來編 一般正常看到的 正骨三骨邊 這邊呢我要來編的是 正骨三骨邊 一樣是先分一個 這個 寶數 那我們一樣是分三 片 一二三 剛才反骨的地方呢 我們是由中間 往左右兩邊翻 那正骨呢就是 左右兩邊 往中間的這一條 跌 跌上去 互相跌 好現在開始囉 跌上去 跌上去 你看我的手勢啊 一樣是 用這三隻手指頭 會去 扣住這個仿片 然後用食指 拇指 抓著 我這邊也是 有沒有 三隻 下面的三隻 拉著仿片 然後食指 拇指 抓著仿束 好那我現在 這樣子了 我會 我現在要來加邊 手勢先這樣子 等一下 我是不是有點搞錯了 我要再翻一個過來 翻 然後加邊囉 加 加到中間的那個仿片去 中間是這一個 加上去 加 加 翻過來 再從另外一邊 加 加 加髮片 到中間 加 中間 疊上來 加髮片 加法片 到中間 疊上來 疊上來 就以此類推囉 疊上來 疊上來 正谷山谷边是比较一般比较常看到的辫子 也是我比较常用的 上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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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完双边之后 下面的头发 就是像一般的 山古边一样的编织完就可以了 好这是我们编完的 兩種不一樣的辮子的方式 這邊的是反骨三骨鞭 這邊的是正骨三骨鞭 不一樣的感覺 反骨三骨鞭鞭出來 它就是會有浮起來的效果 辮子好像浮上來了 正骨三骨鞭 它鞭出來就是辮子是陷下去的 所以從側面看起來 這邊是會比較平面的 那這邊呢 會是比較立體的 兩種不一樣的手法 給大家參考 那今天的影片就要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我的慢動作講解 對你們是有幫助的 那就這樣子 掰掰